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各位朋友 各位崔云读书会的会友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我是今天的导读主持人华庆 欢迎大家再次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 来到我们今天的读书会本期的在线导读的现场 然后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的秀春老师 再次来到我们这里为大家继续的做导读 然后他在上一次是在纪念的四月份 为大家导读了钱穆先生的一本历史著作 然后今天他将为大家导读唐诺老师的文字的故事 这本书是关于顾名思义 它是讲文字的 不过相比那些经典的比较生僻的文字学的原著来讲的话 这本文字的故事却更加的接地气 更加的有趣 更加的生动 今天他将带领大家通过导读这本书 不只去领略唐诺先生个人的读书路径 同时也将会通过唐诺先生所举的各种的古今中外的典故 我们去体会一个一个动人的文字故事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就有请秀春老师为大家开始导读 有请秀春 好 谢谢华欣 首先谢谢大家在这个周末抽空来听 我纯粹选这本书来导读 是因为唐诺先生他的这个文字的故事 讲得非常有趣 然后他也引了一些诗人的话语 就是古今中外 不只是中国古书 可能有时候我们刚刚跟华欣聊的时候就觉得 可能我们觉得文字学的故事 书本如果是著作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难 不过没有关系 唐诺先生呢他这本书呢就很有趣 然后我们可以看他怎么去介绍中国的文字 然后当世界还很新的时候 对于身边的我们怎么去命名 怎么用文字把它记下来 然后唐诺先生是怎么去介绍这些中国古文字的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可以开始 那一样是先知其人 我先来介绍一下 唐诺先生呢他本名就叫谢采俊 然后他还活着 那他其实是台湾人 他不只是读书人 然后你看到他其实这里 他有作曲 作词 所以歌曲那个守着阳光守着你 是他做的词 包括他还有那个电影主题曲 等等的 然后呢再来他自己称自己为专业的读书人 然后但首先这本书就是文字的故事是他写的 除此之外他也写了阅读的故事 读书时代 人间孔子 等等的这些著作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材料 我是从维基百科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是唐诺先生现在的样子 再来唐诺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过后点开这个访问稿去看 我大概总结起来几个点 首先他每天早上八点前就到咖啡馆去报到 就开始写作 每一天都这样 除了他生病进医院的那几天 然后呢他是一个很老派的人 什么老派呢 他写作不像我们现在这样 是用电脑打的 电脑打比较快嘛 滴滴答答 然后很多字就打出来了 加上是汉语拼音 然后他是用纸跟笔去写的 然后每天写六到七个小时 那六到七个小时 大家就觉得他每天会写很多 可是其实不是 他每天能够完成多少个字呢 答案是五百个字 他每一天六七个小时里面 他只写了五百个字 写作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 挣扎跟战斗 然后也是自己跟自己的拉扯 所以对他来说 每一个字他都有所斟酌的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再来 为什么他会用纸笔来书写 是因为他还是坚持 用传统的书写方式 所以到现在 他都是一个没有手机的人 没有手机 我们现在难以想象 怎么办 那别人要找我找不到 有几次怎么办 或者是说最新发生的那种突发新闻 最新的朋友圈的知识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怎么跟别人联络 但谭诺先生说没关系 因为现在如果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我不认为有什么事情 要马上知道不可的 那晚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所以他是这样子去看待 自己跟自己的这个时代 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来 他的写的东西 常常会被人家讲 也不算是批评 就是被说是 他的引文都很大段 然后有时候引文多过他自己写的话 就是摘录别人的文章 多过他自己的话 那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如果别人讲的 已经比我的好太多了 那我为什么非要坚持 用自己的话来说呢 所以有时候是刻意为之 这个就有想到 就是孔子的恕而不作的那个道理 如果别人已经比我好了 我为什么偏偏要用自己的话来讲 不一定啊 这是一个服善的精神 所以作为一个读书人 或者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 唐诺先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 性格吧 或者他的一种看法 再来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去认识他 我给他下了一个定义 就是唐诺先生去思考 书写可以留下什么东西 就是他为什么要写 比如说文字的故事 比如说要写之前的 他的一些著作 然后作词的那个 我们就先不看 所以他的问题是到底书写可以为我们 或者是为他自己留下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 说世纪更迭万事发生 所有事情都在发生 每时每刻没有停止 而且他说书写不是从我开始的 而是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历史场合中 这个世界最终会减去我 我是什么呢 我最终不会长留在这个世界 躯体是有限的 但是我认真的活过这个时代 我应该把它留下来 就是我应该想办法把这个时代的 某些面向 也不是说全部 就是我活过的这个时代 我领略到的东西 我应该认真的把它留下来 然后当然这边 他是一个虽不能自而心向丸之 他就举例说 司马迁写史记 然后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 格拉斯写我的事迹 然后他说 他们想的应该也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唐诺在书写的时候 他是有这一个 我们说在他的脑后面 就是他的脑中 或者他的心中 是有这一个比较 或者有这个标杆的 这些作家都是他 想望或者想企及的一种人物 他们的写法 再来 我觉得有一段 我最近读起来 就是我在读这篇访问稿 去了解唐诺先生这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就是他有讲到 时间的流向有两种 一种是从出生越过现在 流向未来 往前看的一种时间的流向 那另外一种呢 是从尽头处 迎面而来 然后消失在过去 所以这两种时间 在交汇的那一刻 以前是说大概35岁 那我们现在活得比较久了 可能就四五十岁了 这个所谓的折返点 在这个折返点 过了这个折返点之后 可能大概就过了四五十岁过后 人会比较用第二种计算方式 什么叫做第二种计算方式呢 就是从尽头处 我们向死而生 这是我的理解啦 所以我们去往回看 看回我们的过去 那如果是以这种方式去活的话呢 我们的目标就会变得比较实际 人生变成一种减法 那实际是什么 实际不是把梦想抛弃 而是人对自己的认识加深了 那我们会就是简化我们的生活 会删除掉一些反复的东西 曾经我以为我可以追求很多东西 但后来我发现 其实不是这样的 能够精简的去选择自己 要去追逐的东西 然后尽力的把这一两样事情 做得最好 所以他说 我一直希望过一种 没有余生的人生 就是没有退休的老年人生 所以他希望一直写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想到 朱熙先生 他在编那个四书章句集出的时候 在他死前的两三天 他还在改 一些字他觉得不满意 就是甚至他去世前的几天 他还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为什么唐诺说 他是一个专业读书人 就是但不知道 他这样给自己的一个评价 其他人是怎么评的 但是我觉得 只要是 他大概讲过这些话 就有他的标杆在 就是说他是想要做 一辈子的读书人 到死前的那一刻呢 他都希望继续写下去 希望留下些什么 而这个 他自己个人的留下些什么 当然他就是抱着这个关怀去看 那中国文字又留下些什么 或者说我们转个方向说 又记下了些什么呢 所以 这是我猜了 他写文字的故事的其中一个想法 就到底中国文字里面 记下了时间课度上 或者某个课度上的那个文字里面 到底他包含的意涵是什么 他的意涵是什么 所以这本书呢 基本上翻开来 他有大概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大概就是总共有13个章节 但我这边就是先举出 五个 六个 然后包括一个是零 零的话是他的影言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这边写下了六个小节了 六个小章节 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会集中的讲零到二 就是从登高丘望远海 一个比较诗意的开章 去讲中国文字 到后面呢 字的黎明 字是怎么来的 从一开始的时候 中国的六书 象形文字 会议 指示 到后面的那个行声 然后转注等等的 最后呢 今天我们会以造字的困境 造字到了一个部分 你没有办法去凝膜 现实生活中已经有的 然后抽象的概念怎么办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意涵的那些字 又怎么办呢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字造出来 怎么样为新的事物去命名 这些都是中国古人 在造字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 也不是中国古人吧 就是整个各个文明 他们在面对这个 十字入口的选择的时候 选择怎么样去造字 然后大部分的文明 是选择了什么样一条路径 然后中国文字又选择了 什么样一条路径 这个呢 我们可以跟着唐诺先生的 这些文字去领略一下 但在中间我会穿插一些 小小的活动 大家可以 我可以开放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边呢 我们可以先读一读吧 就是大概花一分钟的时间 大家看一下 这段文字 然后我们再来 再来讲 先默读一下 一分钟 没关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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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比如说记录 每一个记录里面 它就可以脱离我们的人的声音 人的语言 或者是甚至到人的躯体 独立存在 所以有了文字 人的思维跟表述呢 就可以开始挣脱 时间的专制统治 我们的想法 或者我们的 曾经的记忆 都可以超脱时间而存在 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读到古人的书 古人的思想 他的曾经所思所想 曾经有过的感怀 这些都是 时间 如果我们没有用文字 记录下来的话 它会随着一代一代的记忆 就是就算是口 口耳相传传下来的话 它会扭曲变形 甚至它会消亡 然后呢 可是有了文字过后呢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想法 我们曾经活过的一切 它就不会消失在空气之中 不会飘逝在空气之中 所以可以开始堆积 然后呢 堆积从前人后人 大家的思维 所谓的现在说的思想的碰撞 跟对话 进而呢 这个思维跟这个表述 有了积累 就有了厚度 然后有了厚度 就会有广度 就往内 往下 加深 然后往旁边 去推展 所以深跟广 都有了 所以有了这个的话 其实有了文字 所以我们语言 它就可以跳脱语言 从语言扩散出去 所以包括 可以超越 或者是说 相对的超越空间 跟时间的距离 然后让甚至我们现在读古人的书 我们读国外作者的书 这一些呢 我们都可以跟他们交流 都可以 以自身的学样 去跟古人学习 去跟国外的学者去学习 所以有了这个语言 它讲的不只是中国文字 在这个方面上 它只是说文字 作为记忆 保存记忆跟思维的方式 所以有了这些 我们人 在这个茫茫的时间 大海之中 不会觉得自己是 孤独无依的 那不会觉得 你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 这完全是一个飘零的状态 没有 就是你可以有所依附 文字 让这种依附有了可能 文字让我们不孤独 所以有了这个 依附也就是有了这个 航标 那我可以往后 看 我也可以往前看 我可以往 以前去追溯 然后可以去修补 这些东西都是有了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 讲的非常精彩 所以 抱歉 所以再来呢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小小的实验 大家来猜一猜 这个字是什么字 我们可以在上面写 我应该有给大家 share screen 有吗 大家可以猜猜看 这个是什么字 我们来一个 嗨少鸣 剑 差不多 很像 它就是那个剑的同义词 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大家可以直接写上去 或者是怎么样 没有空白的地方 是不是看了 是不是看 大家都会觉得是看跟剑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讲是剑的同义词 然后我看这个样子也比较像 对 因为有眼睛 对也是那个剑的同义词 就是看 对每个人都会觉得就是看跟剑 我也一看我就觉得是一个人站在那边看 睁大眼睛看 是的 好 没错 然后呢 这个就是看跟剑 然后我们现在看 这个是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 这个眼睛的部分 它是睁大眼睛的 然后伸直身体 看向远方 没错 所以这是看 但是它过后呢 它慢慢的演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望字 所以词典上 或者是说人上说望就是看眼 其实大家都对 而大家今天看 三千年前 这大概就三千年前的甲骨文 如今我们还是不难看得懂 为什么呢 刚刚少明说因为有眼睛 所以我们一看就看到巨像了嘛 就有眼睛 那就是中文字的本来它的本质就是 它是模仿 就是它是有一个image 有一个像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对 像型文字 所以OK 对 像型文字它就是会模仿原本我们世界有的东西 然后去思考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 这就一开始的像型文字 也就是中国文字最特别的地方 但不像像型文字 小有什么文 OK 好 所以现在我把它cure一下 OK 我可以往下 嗯 好 那刚刚我们说这个望字跟这个看字 大家都看得到中间的这个部分 看跟望 词典说望看也 就是望跟看是可相互替代的 那大家觉得字与字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吗 看可不可以完全替代成为望 呢 这边 你们可以 我可以开放 那大家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你就在这个可以这里打勾勾 如果这边不可以的话 你就在这个不可以这里打叉 我们来收集一下意见 字与字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吗 因为说可以 不可替代 少银说 他第一说也不行 不可以 好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打勾 两个打差 所以目前是2比1 还有没有其他的 人要 其他的同学 要一起来投票 但这个 是大家的看法 不可以 好 三票对一票 不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唐诺先生是怎么讲 不完全替代 所以是介于可以跟不可以之间 不完全替代 是吧 就是大概是这样 所以 OK 所以大概是一票在中间 不完全 但有一些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唐诺先生 唐诺先生是怎么讲的 好 那我们看下一个 所以看跟望之间呢 所以他说词典说啊 望着 看也 可是诗人 波赫是说 其实每一个字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其实 古清宗爱 诗人 可能更敏感一些 他是说 字跟字之间 不能相互替代的 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替代 当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方便啦 望就是看 是一种方便 那就好像现在我们教 可能华庆现在也是有 这样的想法 我们教中文的时候 有时候会用英文来解释 那也只是一种方便 他不完全是可以替代的 里面有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 没有办法说得清 但是是一种方便 所以看跟望之间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唐欧先生说 每一个字都有不同的造型 长相 不同的起源 以及在长时间中 不同的遭遇 也就是说会经历 什么样的社会 然后这个社会赋予 这些字 什么样新的意涵 怎么去转注它 怎么去使用它 怎么去丰富它 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个字 等同于一部历史 如果是衍生开来 这样讲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看 看的话呢 大家就是可以看到 有一只手 一只手 这样子 遮住你的眼睛嘛 OK 然后认真的去凝视 这个是看 然后望呢 像刚刚说的 就是一个睁大眼睛 它是一个行径中 就是还在望 还没有实际看得很清楚 还在望 然后因为是在进行中 而你在望的那个对象 是你可能还没等到 或者是你永远等不到的 或永远不会出现的 所以望这个字的意涵 就更丰富了一些 所以慢慢的以后 你就会看到有期盼 有凝视 等待 乃至于失落跟孤独 这些都慢慢的 被加在了望 这个字里面 好 我们往下 然后呢 这个时候诗人 他 唐先生 他引完了诗人过后 他又再引了一篇 李白 诗人写的一首诗 然后就是刚刚 如果我们往回看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第一个 唐先生说 灵高秋 望远海 还没有讲到文字的故事 就是给你一个诗意的开篇 望这个远海 怎么望呢 那我们回到这边来 这个灵高秋 望远海 也是出自 李白的诗 这个 灵高秋 望远海 六澳谷以双 三山 金安寨 扶桑伴吹者 白日成光彩 银台金 雀如梦中 晴黄 汉武 空香带 所以从高秋 望远海 站在某处 去望 然后望向了什么呢 望向了在梦中 望向了秦皇 汉武 望向了在一个历史长河里面 他不只是望远海 他突破了现今空间 给予 李白的一个限制 然后他回到了 时间的长河里面 从空间 这首诗慢慢的 移到了时间里面 而这些 都是望 都完全可以用这个望字来去看 所以他这首诗 就好像是为这个 加古文字而书写的 这是唐先生的浪漫 也是他个人的见解 那六熬是什么 这个六熬是神话里的六支神龟 这个神龟呢 就负责扛入 黛宇跟元桥两桌 东海之山的仙山 使之不漂流 乌龟 拿来覆山而行 但是人的肉眼 它其实是一个神话故事 所以人的肉眼 如何看到神话世界 如何看到 朽坏漂流历史中的种种呢 如何看到时间的长河 没有办法看清楚的 就只能望 所以用了望这个字 灯高丘望远海 所以呢 撒气的礼拜 便只能这样 五七线的站下去 看就转化成 等待 这边空相待 然后呢 直接印化成 这个字的图像 这个是唐先生的一个见解 所以我们现在回去 所以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望字就包含了时间的刻度 它超越了空间 然后望向了时间的长河 一个望字 就是这本书 一个诗意的开始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字的黎明 所以它第二章 如果我们回到 不是第二章 第一章 从这个诗篇的 诗意的开始 到这个一 我们现在讲到这里 字的黎明 文字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 当我们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好像很想当然 文字就是 中文文字 像型文字嘛 那其他文明 可能就是节神祭祀啊 或者是 各种 他们刻痕的方式啊 简单的符号 然后 具象或者不具象 到后面的 有一些就变成了 升符 就是 文字会跟着 声音的变化 创造出来 那为什么唐先生 会问这个问题呢 文字是怎么被 发明出来的 然后他用了一个 非常 形象化的比喻 他说字的黎明 怎么说字的黎明呢 左边这个呢 是 山东大文口的 一个讨气上面的 一个符号 大家可以猜猜看 它是一个什么字 我们可以在上面写 所以你们应该也是可以 annotate的 也是可以在上面写的 大家可以猜猜看 它是一个什么字呢 这就是我们以一个 完全没看过这个字 去猜想 出 出上 上跟下 对不对 谢谢少明 是 他都很接近 他是 日出 他其实就是一个 日出 然后呢 把它放到这边来 如果我们看 一开始在甲骨文 他出现的时候 就好像是两个字 然后到说文的时候呢 他就变成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字 那如果是 从这个甲骨文 到说文 大家看得出来 是什么字吗 这个 他是海面上出现了 对 他是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太阳 这就是个担子 然后后面大家就变成这个担子 所以唐诺先生用了这个 黎明 字的黎明 然后用了这个图像 去 去说明这件事情 那个图 OK 然后呢 这个大文口的这个桃器上面 抓到的这个字 就是说 他其实尝试说明 在甲骨文 被发明 甲骨文大概是三千 三千五百年前 不是 就是更早之前 然后呢 找到的文字 其实非常的少 而且这些文字 他就好像密封那样 如果是单独的 存下来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去解密的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他是什么字 这就唐先生猜 他可能是 但 但是他不知道 因为在甲骨文 这个文字 相对成熟 跟稳定的这个文字 存下来之前的 所有的符号 或者是所谓的文字 基本上是很难去解密的 很难去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是单独留下来的 他甚至有可能是一些家徽啊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符号 这等一下他会 唐先生会讲到 埃及的一些文字 所以我们现在看 中国古人就是会说 是苍结在造字嘛 就是把所有的字 怎么样造出来 那个光荣 那个荣光 跟疑问 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来写这个字 为什么这个字 是这种组合 那有其合理 跟可能不合理 我们今天看来 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 荣光跟疑问 都归于苍结的时候 就是就衍生到很多问题 到底这些字 是不是一个人 一时一地 造出来的呢 那 他就是说 当然不是真的 这当然不是真的 这是一种 对于某个人 我们去尊敬崇敬他 但这个不一定是历史事实 好 所以 唐先生说文字啊 其实是 不管什么文明都好 不管是不是中国文字 他都是在长时间 逐渐演变发展而成的 不管是起源于结神 或者刻痕的记忆 或者是行之更久远的 语言跟图灰之间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其中一个象形文字 找出稳定的意义关联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字 关联成今天的这个字 其实他中间也是耗费了 好多好多年的 我们今天好像 这样子一看 我们就觉得很相近啊 但实际上不是 所以其实他牵动着众多的人 而这些人呢 分居在众多的地点 然后因为这样就广嘛 地广 所以他就牵扯到时间的一个推演 或者推移 所以造字绝非一时一地 一个人的事情 它是一个一群人的事 甚至它是几个时代的时候 才慢慢稳定下来 那个符号跟意义的关联 我们才大概知道 这个字就是淡了 就是这个是A 那个是B 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个其实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好 所以当我们说字的黎明的时候 就是也有象形字 然后 所以这些 这个大概就是 这个是树 然后这个是川流水 然后这个呢 大家可以猜猜看 这个是什么 我们可以写一写 或者是 在聊天室 看起来很像北 对不对 行 对 它是 它是 朱家说的 它是行 行路难的行 然后 为什么是这个符号 等一下 会 我们会回到这个符号 有一位 有一位 同学 西昏 他举手了 我们可以让他说话吗 好 所以是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所以 对 这个字 是 行 所以 当字的黎明里面呢 其中一个 这些字 其实是跟着具象的 这是一棵树 然后呢 如果我 下面放一个 然后它就会变成 一本书的本 然后 这也是过后的 指示 我们再看 接下来的 好 然后呢 在这个 是 活动 那我们找出 象形字 这三个里面呢 大家可以 找找看 象形字 是什么 应该是可以 annotate了 大家应该可以 画吗 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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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哪两个 就是象形字 大家可以 猜猜看 就是最 最 一开始的 那个 第三个 对 这个 好 最右边 这个 是 我正在看的时候 我其实自己 也是有一些误解 我之前以为 这个是象形字 但这个是指示 这个是一条 水平线 然后呢 如果是 上的话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上 然后一样 这是一个水平线 那如果我 这边再画一个的话 它就变成了下 所以这个 这两个是指示 照 六叔的其中一个 就是比较后来的 衍生出来的讲法 然后对 这个象形字 它是一只鸟 飞 飞到了地上 然后呢 就是我们今天 说的 道的 之前的前身 智 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字在动 好像有一只鸟 飞到地下 要挺下来了 往下冲 然后 散步的时候 白天散步的时候 看到小鸟 突然这样子 往上飞 然后往下飞 那个字叫做 智 完全这个字 好像 一了解 它背后的 那个符号的意思 就是一只鸟 然后呢 往下冲 冲到地上 你就会觉得 这个字好像在动 那样就变成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字 或者是道 好 那我现在把它 clear掉 可是到后面呢 就遇到一个问题了 如果在 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 凝膜 原本 这个 所谓的 外在的世界 physical world 已经存在的事物 然后去 根据这些事物 去观察它 去观察它的样子 比如说 但 OK 观察它的样子 把这个字造出来 然后这些是 简单又直接的 那 到后面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 抽象的事物了 已经出现了 你没有办法 看到 或者摸到 就变成它是一个 看不到摸不到的 事物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怎么样 用那个一些字 怎么样造一些字 去 去 形容 或者去为这些 新的事物 去命名的时候 很难 有时候我们就用手去指 但指不出来的时候 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需要 把它 写下来 把一个字 造出来 OK 然后呢 大家可以猜猜看 这个字 是什么字 可以 应该大家可以写写看 他好像一个人 睁开眼睛 然后呢 躺在一张床的上面 然后 这个字呢 后面 他其实就 变成了这个 梦 这个字 然后呢 梦 是躺在一张床上面的 然后这个 是他的眼睛 睁大眼睛 然后呢 这样 就去指示 做了一个dream 但是梦 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不是每一次都可以 这么刚好 或者不是所谓的刚好 就是一个幸运 把这个抽象的事情 有一个具象的东西 然后呢 都以具象的事情 来去形容 抽象的梦 对 然后当时就觉得 哦 原来造字是这么难的 两个具象的东西 一个人睁大眼睛 看一下梦中发生的事情 其实他是躺在床上 所以有时候 中国文字要把它转90度 或是转180度 转来转去 我们人 也是要灵动一下 中国古人给我们的 一个小小的功课 然后呢 对 所以后来呢 梦是刚巧 可以找到两个具象的东西 然后 去形容一个抽象的事物 那不是每次都那么刚巧的吗 可以窗 躺着睁大眼睛的人 然后或者是形容在睡梦中 眼睛看见的事情 那是梦 然后 后来就来到了 所谓的造字的十字路口 这个十字路口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形字 它是一条旗路 走到这条旗路的时候 造字要往哪一条路去走呢 大家先看这条路 所以当时呢 讲到甲骨文 就是从所谓的象形字 然后从象形 这个形 再加声音 夫人选择的那条路就是 行 加声 那有一些文明或者大部分文明选的就是符号 字母 字会跟着你的发音去走 就是字是从音来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 不管是一开始的更古老的埃及文字 或者是后面的欧语到可能马来语 日语后面也变成了用50个符号去讲 这个可能等一下请少明来讲一讲 这个我不知道 所以 这个时候呢 走到了哪一条路 中文古人的取境就是 好 那我们现在用行加声 这个等一下我会 看 跟大家介绍唐先生的一些见解 那这个呢 也是他写的 所以最早的甲骨文字 是距今3000年到3500年间的 那个晚上时期 发现了甲骨文 可是甲骨文不是 不是最早期的文字 而且甲骨文是相对 相当成熟的一种文字 不管是文字的造型 就是他的意涵是已经相对稳定了 不是今天你说梦 他说这个字 那个字 大家的那个字的变化很大 不是 他已经相对稳定了 甲骨文的时候 所以文字的继续的结构来看 都是相对稳定的 那有人就去算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七点多 也就大概百分之三十 在这个 我们已经可以辨识的 一千多个甲骨文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的形 生字 这个就说明了 其实甲骨文已经是造字成熟的 晚期的阶段了 那这个行生字后面到了小传的时候 其实就更多了 所以从这个所谓的十字路口 这一条路之外 中国古人往哪一个方向去走呢 他就往了这条路去走了 行加生去造字 那有了这个造字 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造字的十字路口 也就是造字的困境 这个就是唐先生讲的第二章012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里 很快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部分 造字的困境 然后所谓的文字的生产线 用了现代的语言 文字生产线 所以来到了文字生产线 刚刚我们回到这边 所以有一些文明 比如说埃及文明 他们就用了字母符号的方式 可是样子还是 大家看一下这一幅图 就是它看起来好像是象形文字 或线形文字 还是什么样文字 但实际上其实 每一个图案 它就代表了一个字母 所以这个当时 考古学家在去研究的时候 就原来蛮喜欢埃及文化 但是就是都是杂杂的懂一点点 当时考古学家看到这些字的时候 就以为 这些都是象形文字 那鸟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手到底是什么意思 脚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有比如说一只猫头鹰是什么意思 等等的 但它就去猜 然后就走向了起路 走了很久很久的起路 后来因为一次的意外 然后发现了一块石头 那才把这些字母 原来鸟是A 把它解密出来 所以唐先生说 因为跟着声音去造字 很多文明是选择的那条路 因为跟着声音去造字 所以因为声音很灵动 然后而且比文字更早 存在于我们人类的社会 我们一生出来就有声带 然后那个可以发声 那发出来的声音 大概一个部落之间 大概可以理解就好了 但是隔一条山 可能隔一条河 那个语言就不一样了 或者是不一样的变化 这个在座的各位 可能理解的更深刻一点 所以所谓的方言 或者所谓的语言 它会改变 它会很快的去改变 很快的去适应 那文字如果跟上去的话 只要这个语言一完成命名 文字跟模仿这个声音跟上去 那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 字母的声音记录的一个符号的系统 所以这些字母就记录了声音 那大约所有的文字系统 都在这里转的向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那条路 中欧古人可能在这边转向 可能有一些是转向的 可能有一些是往前走 可能有一些是往这条路走 所以行到了这条路 那往哪个方向去转呢 唐先生用这个行字的这个甲骨文 就很形象 很生动 那古埃及呢 就走向了这条路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用生母的方式去命名 去造字 可是呢 如果对比下来的话 那你可以跟着声音而造出不同的字 可是文字却会随着语言的流失 而失去了意义 就是为什么之前 走了这么多冤枉路 去找出埃及文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 后面发现原来就是一个 字母的声音记录系统 所以当大家在为这只小鸟 抓破脑袋 伤脑筋的时候 就觉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其实后来才发现 原来这只鸟就是一个阿字 或者是一个A 这个也很有趣 好 那 OK 在这里呢 所以中国古人 刚刚我们说声音角度 实相 是行 但是它并没有抛弃声音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行 加声 这就是中国人最后选的一条路 所以大家看这个字 猜得出来是什么字吗 大家可以画或者可以打 哇 哇 声音好快 对 它是一个情字 右边这个呢 是我们的心 也就是这个 等一下 是的 是的 在哪里 对 吸 吸 吸 分也是 对 这个是个情字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心 如果 以前古人当然也看过真实的心 这样 所以左心房 右心房 然后中间有一个心事 这个 这个就是很 这是实相 它是一种实相 实相呢 再加上声音 轻的那个声音 所以行 加上声 这就是 这就是解决方法 这就是中国国人选的那条路 所以 中国变成了这个行声字 这也就是造字里面 中文造字里面最进步的阶段 为什么呢 就是回到那个文字生产线 它可以让大量的快速的造字 成为一种可能 然后 所以行声字有两个部分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跟石头有关的 就是属性嘛 跟石头有关的加个石头就好了 跟道路有关的加个 刚刚那个我这个忘了放进去 加这个行 那跟情绪有关的就加个行 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这个部分 右边这个部分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或左边或上面或下面 OK 那就依据他的发音 然后在既有的文字里面 找到一个相同声音的 或者近视声音的填进去 然后呢 你就有一个新的字 一个新的行声字 这就是后面呢 就新造了很多的字 特别是抽象的 但唐先生也有举例说 红就有很多种 那布也有很多种 每一种布 每一种红都有他们专属的名字 世界是那么的复杂 所以每一个字都为他们命名 每一样事情都为他们命名 所以行声字呢 基本最基本的 最根本的概念 就是一个组合的概念 不是重新创造 不是什么东西都砍掉重面 推倒 然后从头来过 我最厉害 我们这个时代最强 不是 他不是追求新的造型 去绘制 而是把既有的字 当成制作材料 去堆积 就很像玩积木一样 玩Lego一样 那就把原本有的东西 我看看 怎么个变出一个新花样 怎么样去做一道佛跳墙 用原有的一些材料 怎么样去想新菜色 好 然后唐先生的这个很精彩 他说 中国文字选上了这个行声字 它其实是一个不革命的文字系统 不是把旧有的东西都抛弃 丢掉 从头来过 是一个不革命的 所以 这边 我可以把 好 所以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 这是唐先生说 拼出来的这个字 经 不是 这个 一 加二 行 加生 然后呢 等于 这个字 是 所有形成字 他觉得最美的一个字 然后经过他的讲解 我也觉得那个是最美的字 但我懂得很少 所以 很容易就被说服了 我就觉得 这字真的很美 大家可以猜猜看 这个是什么字 我们可以用 annotate 的方式 好 大家应该是可以画的 我们来猜猜看它是什么 疾 很像疾了 有空 还有吗 我看到 西婚同学在举手 你可以说 对不起 我看到你这边还有一个举手的符号 可能看错了 好 不好意思 ok 所以这个呢 可以看 所以 后来呢 就拼成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一体字 然后拼成了 这个字 这个是个生 然后呢 再来 他取了这个部分 亮晶晶的晶 一闪一闪亮晶晶 的晶 发光的东西 然后 然后 然后后来呢 古人就把这个光芒去掉 比较稳定的 这个就是说文的字 还是甲骨文 对不起 我有点记错 说文或者甲骨文的字 如果再检查一下 所以后面呢 比较稳定的 就变成了这个字 也就是 今天 草木萌生 生出来的 星星也是 生出来的 然后三颗明亮的 大星星 造成了满天星斗的 这个字 星星的星 所以这个是光芒 生出了光芒 星星会发光 满天星斗的时候 古人就看 天上满天的星斗 发出亮晶晶的光 我们现在的额歌还在唱 一闪一闪亮晶晶 然后就是今天的星星 所以这个是唐先生说的 是最美的 行生字 然后我们再看 下面 所以最后一个活动了 在结束之前 我们来一个小小的活动 大家可以找出行生字 能不能找出行生字 另外一马当先 是的 这两个是行生字 那他的行 是什么呢 他的生 是什么呢 他行 是 对他的行是这个 也就是穿 现在的和 的三点水 简化成三点水 然后右边那个是声音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言 去念一下 然后我就只会 半弦不淡的广东话 这个是和 和是可以的可 也是和以 他是那个音 然后再来这个 公 公谁 公也是 公的音 所以一个取其行 一个取其音 拼成了今天 我们看到的行生字 然后呢 这边 是 昔日的 昔 向行字 和指示 然后这个是 圣 圣人 要张开他的耳朵 去仔细的聆听 去倾听 人民的声音 那才听得清楚 慢慢的变成圣人 好 所以 这就是 行到 到那个 这本书 文字的故事 到第二章 的部分 所以因为 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 往下 好 大家可以听 一首歌 这个是唐先生 做的那首 做词的 叫潘月云的 守着阳光 守着你 大家可以先 看一下那个歌词 算是情歌 但是 情意还蛮深厚的 梦境会成为过去 一路一路要躲藏 我仍是最早起的明星 守着朝阳 朝阳下 你灿烂的书醒 什么样的信约 可以等候三世 什么样的记忆 可以永不遗忘 什么样的思念 可以不怕沧桑 什么样的日子 可以让你不再流泪 让我不再心伤 梦境会成为过去 所以 大概这个是诗 我们可以 听一听这首歌 看一下 怎么样 share这首歌 大家可以 听一听 我们大概听到中间 就可以停了 我应该是可以学 声音的吧 学上 徐子 那 会 Zither Harp 竖着阳光 守着你 让我支起你的手 在等待的岁月中 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 守护着你 我便守候住一生的阳光 梦境会成为过去 一入黑夜要躲藏 我认识那最早期的明星 守着朝阳 朝阳下你灿烂的初心 好 OK 我们看到这里 所以我现在再回到这边 好 然后所以最后呢 就是做一些工商时间 我们可以网上阅读这个文字的故事 这边有一个链接 但是我不知道网上的文字 那个版权是谁的 那大家如果要知道那个字 每一个字它的排版更美一点 大家可以买书来读 然后之前 庆永有帮我们把那个简体版的 那个版本的放上去 我们的海报上面 大家可以早上看那本书 所以最后就是谢谢大家 带来听 我们现在可以一起讨论 好的 感谢秀生老师精彩的分享 我相信今天是一个特别具有 互动性的这个导致分享 非常有趣 现在就还是一样 留给大家我们来进行一些交流吧 好 我看到这边 现在说这个圣制是会议制 看一下 这个圣制 它可能后面 我的理解是 它是一个具象的形式 然后这个是一个耳朵 然后呢 耳朵后面 那个人后面就变成了这个 然后最后再加一个口 那 我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会议制 大家可以 说说看 就是张大耳朵 然后加一个嘴巴 然后下面这个就变成了 今天的这个圣制 就这个考导我了 我查了 我刚查了 汉典 汉典说它是一个会议制 圣人 的圣制 然后也有说它是一个行圣制 我抱歉它也是一个行圣制 圣制为圣 好 所以上面这个圣吗 所以 汉典是这么说 我是 我是觉得它是一个 是一个会议或者是一个象形制 然后查了汉典 也说是一个行圣制 这个我也很乱 我没有答案 就是大家有没有答案 我们可以讨论 我觉得应该是个会议吧 因为它的 按照它的这个解读的话 对吧 如果按照它繁体的这个字的构建的话 对吧 它 耳 口 然后就是说 它的应该有那种倾听 倾听 倾听的这个意味在里面 同时再加上整体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构建的话 我看应该是会议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好 谢谢华庆 是 这个也很有趣 耳朵要比嘴巴大 耳朵张大一点 然后嘴巴小一点 这也是古人的造子的一个智慧 谢谢 好 还有什么问题 都听少说 真的 喂 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哎呀 有个问题 你好 想确认一下 因为唐先生呢 是他刚才有 有有有有说到这个埃及的文字 嗯 是不是 我回到那个那一页 好你继续说上面 是 唐先生他有说到这个埃及的文字 我是很好奇啊 如果当初那些考古学家他们本来以为这些符号是表表表意的嘛 对吧 然后呢 后来才可能就恍人大悟了 原来是把表音了 那么我就很好奇他怎么知道这个比如说把前面那个A是这个这只鸟呢 是代表A的声音 因为严格来说是谁知道古埃及人他他的那个发音是是是是是怎么样的情况 这个唐先生他有他有解释这个吗 有有他有交代我只是没有把它细写也全部把它放下来而已 OK他他在他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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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负责任的交代 在那个在第三章我们下一次分享可以讲 在象形的字 他有说 看一下哦 文字的转换 因为语言已经死了 所以很难的去把那些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把它找出来 所以他好像是有他有讲到我现在一时半刻没有办法找出来 反正就找到一块石头 然后那块石头同时记录了三种语言 然后有一种语言是被一个旁支的宗教 基督教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宗教把它用古音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那个记文是用古音保存下来的 然后有了那个古音过后呢 在早上那块石头 那块石头有三种文字 其中文字就是那个被那个宗教以古音保存下来的那个记文 然后才慢慢的去解密出来 他是这样 就找到那块石头 然后也找到一个旁支 然后找到那个文字的音 才解出来的 所以当时就真的走了很多的愿望路 我现在我现在找不到那个部分 我可能过后找到了 我打出来放在群主那边给大家 我是觉得蛮蛮蛮蛮蛮好奇的 因为如果现代的人是我们去考古那些古埃及的 因为埃及古文是一个死掉的语言 然后其实我们说这个ABC一直到Z 是以我们现代对欧洲语言的一个理解 可能古埃及它们有更多不同的那个符号 有可能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那个语言学家 他也是各种机缘巧合 后面他就得到那块石头 然后也找到那个旁支 所以是有根据的把它破解了出来 就是说如果历史 这是一个偶然 他说如果历史上找不到那块石头 或者是说那个语言 其中那个宗教的纪文的那个古语言 已经没有再传下来的话 大家就没有办法破解这个埃及语言 甚至到现在还是以为 它是一个表义的文字 好谢谢赵老师 好不客气 我也是读这些书才知道 我当时就觉得哇好酷 好像在拍侦探片影 谢谢少明 修行老师 薄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谢谢你的分享 刚才你讲到那个圣字 那个字真的很有意思 我记得以前 已故的儒学 学者 吴德耀教授 他就觉得这个圣字 非常有意思 所以他就建议 当用简笔字的时候 就不会反映出 那个圣的 构的构造 所以他建议 简笔字 在用圣的方面 不要用简笔字 因为简笔字是幼土 根本反映不出来 甚至的高超 和超然的地位 所以他建议 那个生日就保守下来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简笔字是已经是一个历史的 我们现在就大家的方便起见 我们每个人要用到 我觉得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说 简笔字 这就是跨 扩出去讲 简笔字好像没有那么美 但是如果是为了沟通上的方便 我觉得OK 就是方便 可是如果说真的 真的要知道更深一点的 当然就是原本的那个繁体字 或者说古文字会有更多的意涵 但也不是说古人没有简笔字 古人在写书法的时候 有一些字也是简笔字 所以我觉得是自己 对于自己的要求 如果你觉得 如果我觉得繁体字可能比较美 或者是我懂 我可以去更专业 让我懂得比较多 那可以 那我就去做 那可是如果是以广大大家的话 也不会说每一个人都要去 我不会去说 每个人都要要求他会来 我跟我学生也是讲说 这个繁体字是这么写 那他们都会说好难 但是至少让他们知道 有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alternative reality 也不是 就是有另外一种可能 或者是有更古的一些字 你可以看一看 那以后你想要去钻研 那可以啊 我们再往下走 所以我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还是回到自己嘛 就是自己可以做什么 对 谢谢 好不客气 就大概讲一下 唐先生其实我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他 然后是因为朋友们 有看一些他的书 然后他有一些书也很有趣啊 什么我关于钱财啊 名誉的一些思考 但后面我有朋友说 他有一点像是说教这样子 就是比较比较 仗着自己可能懂一些东西 但那个我还没有读到 当然我也不完全同意 就是唐先生在里面 举的一些例子 所以那个我就 那些是庞子啊 大家在读的时候可以 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 有一些是 看着这个文字的 个人的想象 但是 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要 一百八千相信 所以我们就 就是介绍的时候 我会说 这些东西都很 他好的地方在这里 很多很好的 但大家在读的时候 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去找一些证据 去不管是赞同他也好 还是想要去求证也好 这些都可以去做的 谢谢老师 文字是改变的 有时间改变 我们这个华文有新的字吗 有造成新的字吗 最近 华文有没有造新的字 因为文字 是 会改变的 所以时间改变 所以华文有新的字吗 谢谢 谢谢Amy的提问 这个我不知道 华文有没有造新的字 好像网络上有很多什么 外新文 或者是新的成语 什么不明觉历 然后我这个也是 好多年前的一些 所谓的成语 所以我知道的 我不知道最新 有没有新的字 但是小孩们 有时候跟我说 英文就有很多 一直变来变去 然后比如说yes 他们会yo 或者是ye 然后我就觉得 好 英文变化很大 然后中文字 我就不确定了 对 这个抱歉 我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 谢谢老师 听说 简体制 也是 也是有根据的 不是随便 无中生有 是不是 这个原因 是有根据的 我是听说 好像 那个照 照 把繁体制 简化的人 所讲的 它是有根据的 也是好像 根据以前的古字 也是 有 有 简 有繁 所以他们就从那边 照化出来 简体制 你在对这方面 有什么看法 我对这方面 没有研究 但是我记得以前 有 当然有 这个印象 我不确定 我这个印象 是不是 我也听说过 很久以前 对 就是 在写书法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字 简化 你看 刚才 那个顺字 你看 又很像 简体制的 幼图 它的笔画 它的相形 你刚才 你翻回去 那个圣字 你看 圣 再下 这个 你看 它那个 那个 那个相形 很像 简体制的 圣 有个幼 对 就是 可能 里面 又有耳朵 又有口 对了 又有耳朵 又有口 但是又有 又跟那个土在下面 这个 我不知道 有些简体制的 简化的 那个逻辑 或者是 它的 它的标杆 或它的标准 是什么 怎么简化 然后什么字 变成什么字 为什么 他们是有根据的 我听讲 就是那位 那位老师 简体制的 我相信 简体制的 发明者 发明者 他是有根据的 也是跟以前的那种 甲骨文 演练出来 当时我没有什么 注意到 我记得有这个印象 他有讲过 对 我也是有这个印象 我相信是有根据的 但是 如果你说评价 到底有一些字 是不是每个字都有根据 我就 多数 应该是多数有 不是说是随便 凭空而诈 或者是随便 无中生有出来 不会 我相信学者 不会 假如是一个 有科学性的东西 一定要有根据的 对 一定要有根据 从我们这种现在的文字 从以前的那些什么传书 什么书 什么书 都是从那边演变出来 可能又从那边去看 我记得好像有这个典故 可能这个我可能也要回去看 因为这个我其实懂的不是很多 我只知道有些简体字是 书法里面就有的 但有一些简体字 之所以简化也不一定是 有很严谨的一个考据 但至于那个百分比 或者是多少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雅伯先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刚好你这个甚至 提醒到我 所以我就记得那个 乙故的吴多耀教授 他是儒家学者 所以他 他讲话 他演讲的 很吸引人 他演讲 他演讲的内容 很非常吸引 所以记得他这句话 是 谢谢 谢谢你 好 刚刚尚明先生说 那个唐先生是哪个年代的人 我以为他是老读书人 大概快快的带一下 所以唐先生是1958年出生的 到现在位置 他是台大历史CBA的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做很多 然后我们可以再回去看 这些是唐先生真的就是一个 有纪律的写作跟读书人 秀川 刚才Mr.Albert 他提到这个简化的课题 可能我也是分享一下 因为之前也是看了一个 关于简化的一些历史 然后据我所知 是当年是在中国 是有一波人 他们去研究那些古字 然后呢 他们想要做简化的时候 他们其实 他们是有一个system的 有个系统 如何把那些 繁体字呢 变成简体字 他肯定是有一个出处的 只不过可能说 在看这些简化字的时候 有时候我是觉得蛮 怎么讲 蛮懊恼的了 就为什么有些字 他们选择简化 有一些字又没简化 然后虽然说有一些简化的过程中 是有出处的 但是总觉得 反正就有点不对劲 这个只是 反正就是一个 自己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好像 吃面条的面 跟面子的面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为什么现在全部都是简化 通用了一个面子 这个就觉得 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 然后确实是上市了 那个汉字造字的 那个一种美感吧 当然如果我们把说 文字呢 当成是纯粹的一个 交流的工具 那我觉得 我们就 完全是functional 就不会有它的那个字的 字形美 所以这样子就觉得有点遗憾 是是真的真的 就是就是回到之前以前 就会觉得好好饿玩 然后 就很多美感 可能在简化的时候就不一样 可是其实就是 都是一个方便入门的 所以如果现在 大家都已经是了解这个字了 我会觉得说 没关系 它就从这边来 那慢慢的 可能以后你想要专研的时候 我就介绍给 我们就负责 我就觉得 我们就当一个介绍人 然后希望是好的介绍人 然后慢慢的 他就会看到一些美的东西 然后自己去 钻研去去找 就是进去找 我觉得不管是对学生 还是对朋友怎么样都好 但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还不够 还是还没有做得很够 所以 在就是 还在作为一个介绍人方面 还要去磨练 然后回来 回到后面 在所谓讲这个简体制 像上文明说的 简体制会遗失很多美感 这些东西 确实就是看 大家个人的 想要到哪里了 想要到什么地步 我看了 假如可能的话 大家还是 学两种 简体跟繁体 因为简体 是战术性的 而繁体呢 是战术性的 所以应该是 能够签字的 是是是 就是 大家行有余力 我们可以两个都学 然后 学多一点 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古文都已经是 繁体了 古文 古书 这个 可能是不只是 只是针对古文 就是看 因为我是广东人 然后我看 如果是广东的是字的话 如果是用简笔的话 其实广东语言的 那个色彩 绝大部分都已经流失掉了 所以可能是在繁体制呢 还可以保留一点 它的那个方言的色彩 广东话讲 我广东话很烂 后来在练我的广东话的时候 我发现 哇 因为广东话保留很多 那个古文的意思 所以就 刚才有一位 Amy的朋友 他也是有问过 关于现在的那个汉字 有没有新造的字 对吧 可能我也 我也不错 分享一下 其实汉字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个东西 而它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死的语言 就以前所有的字呢 都就被创造过了 今后就没有这个字 其实我们还是有在 创造新的字 尤其是在 一些科学的领域吧 科学领域 好像我们有些 新的那些元素 创造的时候 那么你要怎么把这些元素的名称 翻译成中文呢 那肯定是 不是随便乱来的嘛 它又结合它的音 又结合它的意 然后呢 就创出来一个新的一个汉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怎么去 我们的汉字呢 可以一直在 有不断的一个新的元素 它不断的再去延伸出 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有新汉字 关于那个 那个元素的汉字 我的印象好像都是 就是 就是 跟着日本文走 是吗 因为日本的科学 是比较发达 比中国的比较发达 早些时候了 所以那些元素 假如他们先发现 他们就 就先 造出 制造一个文字 但是那个文字 刚好又很符合汉语 所以我们汉语就是 就是根据日文这样 拿过来 好像是这个样子 是吗 这个我 这个我不知道 少明你可以帮忙回家吗 OK Albert先生 他说的 是对的 有一部分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是说 我们的那个化学 学的那个元素表 那个呢 是就不单 不是从日文那边过来的 其实是从原有的拉丁文 全部翻译过来的 没有 我是说那个华文字 现在用的华文字 有很多确实是 从日语的那种 我看到很多 日本文的 就是我看了都懂 他们其实在 因为他们比较早 他们比较早 西化 所以他们就 中国当时也是 很多留学生去日本 所以就是 可能就是从那边 除非是 最近才发现的 新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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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 我觉得 我觉得 可能更多的是词语 就是说 那个字 其实还是本来的 中国字 当日本 对 日本就是用功 中国字 他们叫做干净 所以说 他们可能是 造出了一些 新的词语 比如说 可能像科学 science 中国是没有这个词 没有科学这个词 或者经济 当时的经济 中国是指另外一个意思 或者民主 democratic 那这些可能是 日本先接触 然后他们造了这个词 而不是造了新的字 字是原有的字 对 然后当中国开始 开始洋务运动的时候 派留学生出国的时候 接触到了 首先学日本嘛 然后接触到了 这些新的词会 就带回来了 我觉得可能 雅伯先生 你说的更多的是词 新鲜的词汇 可能当初 18世纪 19世纪 从日本那边来得多 但从字的角度来说 我更赞同 邵明兄说的 可能化学元素 一个新的元素 被发现之后 命名 可能更多的是 根据它这个元素 本身的性质 再加上它的 国际的发音 然后来给它定义一个 创造一个新的汉字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对 非常同意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算是 暂时告一个段落 我来回答 那个冰方的问题 那个这本书 有没有介绍 或者是解释六书 是以文字为主来解释一些 特别的字 或者是特别的造字方式吗 它这本书是有带过 有说主要的六书是哪六书 然后我看一下 但它主要还是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目录 这里它其实是解释一些 有趣的字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今天讲到的是造字的困境 所以它接下来还有这个 怎么可以看 这里 所谓象形的文字 指示 这个是我打 打错了 是事情的事 指示的字 还有其他的抽象符号 那还有转注 假界跟不再创造新的文字 而是可能新的词 像刚刚朱家跟少明 除了少明说 除了那个新的科学元素之外 所以这个往后 其实它总共有13个章节 后面还有 其实边方看还有介绍 可怕的字 奇怪的字 简化的字 跟死去的字 就是后面它就是有更多的例子 就是形容这些 奇奇怪怪的字 但它有选一个 最Benjamin Walter 最本雅名的字 因为它本身就是设立很广 所以它有读中外的经典 所以它有时候会拿来 比如说用漫游者 或者用伯特莱尔的一些话 去讲这些字 就好像带着你去漫步那样 而这个漫步是漫步在 中国的古文字里面 比如说你在漫步在街道上 看到什么字 它就可以说 这个橱窗里面有奇怪的字 然后那个橱窗里面有低贱的字 然后那个瓷窗里面有简化的字 然后它都会有章节来讲 这个就是后面它的举例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的 感谢秀顺老师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还有很多精彩的章节 等待我们去发掘 对吗 今天只是我们 只是暂时的 练练的了解其皮毛 因为我们大家 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然后我们在 今天离岛读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话 我们再去做进一步的探索 对吧 对对 我就是作为一个介绍人 跟大家介绍这边 我觉得写的还蛮精彩的书 就是它切入点还很新颖 然后它的举例 跟它说故事的方式很好 那大家在读的时候 可以就是也是 接受先接受 然后过后有一些例子 可能可以带着一些疑问去求证 我觉得这本书 是一个很好的 中国文字的入门 而且我觉得它中间讲到的 这个关于中国文字 它基本上是一个 不革命的文字 我觉得讲的特别好 一个不革命的文字系统 所以希望介绍 或者是导读这本书 让大家有兴趣去找来读 谢谢华庆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大家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到了四点了 今天我们这个导读 应该在这个地方 就暂时告一段落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 在我们的这个读书会的群组里面 提出疑问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探讨 然后呢 也可以和秀春老师 进行一些网上的交流 好 再次的感谢秀春老师 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今天这个导读 非常精彩 让我们更好的 认识 了解了这本书 也为我们的会友们 更多的去了解我们中国文字的 中华文字的这个精彩 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铺垫 好 今天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吧 那我们还是在 最后的环节 我们来进行我们的那个拍照 请秀春暂时暂停分享 我们就拍一个合影吧 好 大家好 请大家如果你们方便的话 看你们的镜头 嗨 嗨 出家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朋友们好 大家好 感谢你们的出席 谢谢 谢谢你们来 如果大家方便的话 就打开你们的镜头拍一拍 好的可以了 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两周之后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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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